大家好,又到一年一度的春运了 给大家拍一下上海火车站 这边是上海站的南广场 大家看一下人流的情况 上海站 这些乘客都是从地铁站出来的 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乘车了 这边搭了两个大棚子 下雨的时候可以在里面躲雨 想的蛮周到的上海站 花坛也重新做过了 新年快乐2024 花坛做的也挺漂亮 很多回家的旅客都暂时在这个南广场上面等着乘车 今天的气温还是挺高的 有十来度 不怎么冷 大家都大包小包啊 脚步冲冲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南腔北调 上海站的近站口啊 很多人手上都拿着礼盒 给家人带着礼物 回家过年了 这边走过去 在这里转几圈 转几圈之后呢 就可以到近站口了 前面就是近站口 这里是南进站口 往前走 这边的地下室是乘坐出租车的地方啊 上海站南广场的花坛啊 过年了 做的挺漂亮的 这就是上海站南广场的情况了 我现在到北广场去看一看 现在去上海站的北广场去看一看啊 这里是南北广场的地下通道 也拍给大家看一看 这条通道走到头 就是北广场了 这条通道走到头就是北广场了 刚刚我问了一些乘客 他们都不打算在上海买东西带回家乡了 觉得自己家乡的商品也挺丰富的 回家买也是一样 而且价格呢也实惠 所以这也影响了火车站附近的商铺的生意啊 这边许多商铺已经停止营业了 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大家消费的观念变了 网上买东西也很便利 没必要到火车站附近买了 从通道里出来了 这里就是上海站的北广场啊 上山若水海纳百川 中国上海 北广场旁边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 北广场的乘客明显没有南广场多啊 这里就是上海市站的北广场 高峰湾 铺 寺北广场 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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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绕一下 然后就可以检票了 上海站 这就是上海站北广场的情况了 我现在到后车厅里面去看一看 大海站 《市集合》 大海站 加拿大远 加拿大远 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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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 在这里 请 走 前面是南广场的近站口 明显这边人更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5号后车室 现在每个后车室的语言都差不多 都有这么多的 4号后车室 6号后车市的人也很多 8号后车市人也很多 春运的上海站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